這個是在隔離村找到的 就是晉陽村 其實這裏都幾偏僻下的 尤其在疫情的時候沒什麼人出現 其實這裏本來很近行山 行山又好像不給了 我自己在這裏走來走去外面 我就看到一些石頭 突然想到都幾像山 我就收拾一些回來 我又真的覺得擺下擺下 好像一座座山一樣 就是我可以去拍 還有其實這個聯想就很中國山水 就是覺得你可以寄情於山水那種感覺 但是這個山水你是可以玩在手裡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想把它變成一個 隨身攜帶的東西 我自己在這裏想著 我自己在做的時候找著意義 應該是這樣說的 我就嘗試去看 它是一個 一個鍵位 每一個石的每一個 在那個位置是一個鍵來的 那我怎樣走過了那個鍵 又去了第二個鍵那裏 我覺得是一種 可以算是一種治愈 在這個時候 很多人都說石頭 高牆雞蛋 石頭 或者其他可能私線雞蛋 或者石頭 和玻璃 其實是一個透明的 一個很堅固的 一個很重的 一個很細緻的 其實他們相處得不錯 我覺得 我不知道我是否有一個感悟 在這個時候 但是這件事 的確只有在這段時間 我才會這樣做